莫德斯特事件 莫德斯特事件现在已经越来越向天津全舰有力的方向发展 那么莫德斯特与全舰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呢 据体谈州报报道 双方的真实矛盾在于肖像权 原来天津全舰与莫德斯特确实签了两份合同 一份是工资合同 另一份则是肖像权合同 而肖像权合同中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莫德斯特要表现出色 而在本赛季莫德斯特的表现让人失望 全舰自然就无法满足他的所谓掌心要求了 而在工资合同中天津全舰方面没有拖欠他一分钱 这也是莫德斯特的理由 站不住脚的根本原因 所以加拉塔萨雷方面才不敢牵他 现在留给莫德斯特的路只有一条 回归 不过这个回归就不是皆大欢喜了 天津全舰方面肯定要对他采取严厉的制裁 与莫德斯特截然相反的 是山东鲁能的外援西赛 在刚刚结束的土耳其超级联赛中 西赛完成了首秀 在比赛结束之后 西赛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了对鲁能以及球迷的感谢 并且祝福鲁能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西赛来到中超后 出场次数有莫德斯特多吗 挣的钱有他多吗 但是人家西赛离开之后是什么表现 现如今中超已经不是人傻钱多的时候了 来这里的外援 也不是当初的那批只想着钱的淘金者了 有情有意义的外援 在现如今的中超比比皆是 保利尼奥回归恒大 广州富丽 外援屋所将中国国旗纹在自己身上 这些球员都懂得感恩二字 所以像莫德斯特这种人 以后坚决不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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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